各位編民你們好 今天是父親節 所以在這裡祝福所有父親 Happy Father's Day 這個牌子不是Happy Father 而是Harry Archer 是2020年丹麥成立的牌子 其實我之前也介紹過 就是它的潛水系列 這個牌子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先日為主 所以我看到它的設計 都是想在北歐的設計 簡約可以來 又有些特別的 其實今天也是這個潛水系列 你看到擺高了的兩隻 就是最新的版本 就是在細節上有所不同 或者我給大家看上一次介紹的 你看到 標圈的圓點是粉藍色的 這些就是上一次介紹 右邊這隻就是最新的版本 你看到圓點就變成粉紅粉紫 標面也不同了色 還有秒針的尾部 就變成紅色 更加醒神 我量度到標竟是42度 它官方就40mm 很薄 即是11-12mm 標耳去標耳都是46-47mm 所以不算是大隻的潛水錶 其實上班平時配戴都非常方便 我現在正在轉單向旋轉外圈 都很順暢 所以你看到這隻標 設計一看就知道是潛水錶 但有意無意之間 都在設計的細節上 表達到它這個換味 換世不公的感覺 它的標觀都頗大 而且它也有些紋 令到你操作的時候 是非常之容易的 解鎖了標觀之後 退出就可以教到時間 有停秒功能 這隻標其實也算是頗薄的潛水錶 因為它的機心 其實是用Miyota高階9039的機心 所以令到它的標可以更加鮮薄一點 打側給大家看看 你就會看到 真的比很多坊間的潛水錶 都是薄一點的 這條帶子也給到你很復古的感覺 扣子就有Henry Archer這個標字 Double Pushes 一按Fold Over Class 打開 還有它也有潛水衣的延伸 很順暢 一按就可以作出微調 非常之方便 見到一個透底 就是剛才所說的Miyota機心 也挺漂亮 其實它的甲板也有日耐瓦直線打磨 駝也有它的logo和字樣 這隻標防水是200米 用藍寶石水晶鏡 200米防水但做到透底 還這麼鮮薄 所以不會太大隻 只可以游泳時用 平時上班戴 也是很漂亮 很跳脫的 也要給大家看看夜光 當然 說得潛水的手錶 夜光當然是走不掉的 小時刻度 指針 以及錶圈 其實也是有夜光 帶上我7吋的手錶 40mm 錶徑度 也不會太大隻 而且也很搶硬 因為它的錶圈 以及錶面的顏色 我覺得現在很多牌子都很流行 粉系的顏色 粉紅 粉藍 粉紫 其實左邊這隻就是之前介紹過 這隻的表面比較深色 這次的模特兒就叫Horizon Blue 好像海天一色的感覺 味道又有點不同 它的帶子跟上次的比較復古 這隻我看到它是用了板帶 運動感較強 也帶上手給大家看看 總之每一隻顏色都有不同的味道 看到這隻就沒有雙條鋼帶上去 看過機身看得更加清楚 亦都給大家再看多一次 所以我覺得其實Henry Archer的手錶 都真是不錯 你看它其實有點換味 而且最重要就是有特色 亦都不會太貴 大家如果記得我之前說 它定價就是四千多元 但現在當然是有優惠的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兩個地方看看這隻手錶 一個就是西九龍中心的時輪坊 第二個就是我拍片的時候拍的地方 觀塘的Sometimes 這兩個地方都可以看到Henry Archer 這些潛水錶 以及其他不同款式的手錶 現在這些手錶優惠價就是三千多元 三千多元 我覺得買到一個這麼特別的牌子 藍寶石水晶鏡、二百米防水 做透底 還用Miotar 狗氣機身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價錢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和拍片 還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之前 對我來說真的有很大的推動力 今天介紹Henry Archer 但今天不是Henry Archer Day 是Happy Father's Day 所以再一次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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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